3 2 1 罗雷促车 萨拉热窝油轨电车开通于1885年的元旦 尽管当时是为了给奥匈帝国的维也纳做线路测试 有马匹做牵引 最早的轨距呢 仅为760毫米 但就此促成了萨拉热窝成为最早运营油轨电车的欧洲城市之一 油轨电车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标志 也在20世纪拨黑城市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油轨线路一直为萨拉热窝提供着运力保障 然而老旧的系统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与空气污染 噪音和交通事故等相关的话题不断 与陈旧的列车一样 油轨交通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在70年之前从 repro Auch jest没有什么association web的顺便于首诊 Tyler 我们有rels诊给 husband 是家门壕的正面 有一个存在照相中的发布 一部高有我们的另一部 我也让我们会守抵达 它们在佛 textile 公司导致的车倒也可靠 位于萨拉热乌市中心,起点为伊利扎, 终点为国家博物馆, 途径奥林匹克游泳中心, 国家广播电视台等标志性建筑, 中国企业2021年4月竞标成功, 2021年8月正式开工. 为高效、高质量地完成这一重要名声工程, 中国企业调集了在世界各地有过此类经验的优秀技术工种。 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 萨拉热乌油轨电车线路的首次全面升级改造, 是中企参与的第一个欧洲城市油轨电车升级改造项目, 也是中波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工程项目, 自开工建设以来就受到萨拉热乌民众的高度关注。 萨拉热乌市的交通拥堵状况将得到有效缓解, 时速由原先的40公里提升到70公里, 也将大幅缩短市民的通勤时间。 小学、中学、大学、上班, 他们都坐同一辆车, 你不要觉得今年... 因为你就是... 在萨拉热乌油轨线路上见到新车, 还是在1984年萨拉热乌冬奥会之前, 这就看似调侃...